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所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是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 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的脱贫攻坚精神 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提出了明确要求 极大振奋了中华儿女追梦圆梦的决心和信心 极大激发了亿万人民坚持奋斗的士气和干劲 为我们在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后 坚持推进减贫事业 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 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转化为成事而上 迎难而上 再接再厉 接续奋斗的生动实践 扎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也要深刻感悟脱贫攻坚 伟大成就 伟大实践 伟大精神 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信念 更加始至不移 坚持党的领导 更加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凝聚合力 推动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 取得更大成效 二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 和中央关于脱贫攻坚过渡其有关政策要求 健全防止反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 始终把产业兴旺 作为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防止反贫的长久之计 持续增收的致富支援 推动脱贫基础更加稳固 成效更可持续 三要举全省之力 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加快推动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步伐 在脱贫县脱贫村中确定一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重点帮扶村 在发展要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予以集中支持 以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 推广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线一特 作优做大农产品加工业 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启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加快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和面貌提挡升级 聚焦重点问题 关键领域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提升农村发展动力 要素活力和治理能力 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形成文明相丰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让农村群众用自己的双手 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听取全国组织部长会议 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 全国党史和文献部门 主要负责人会议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听取全省三年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汇报 审议通过 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 实施方案 中共吉林省委 关于开展全省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的实施意见 中共吉林省委 关于选派优秀干部 参加省委巡视工作的意见 大力推进 现代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关于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的意见 2021年吉林省造林绿化 即纪念全民义务直数 40周年活动月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 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围绕进一步感悟思想伪力 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 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 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学懂弄通 坐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 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结合起来 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结合起来 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 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强调 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 鲜明用人导向 刚性执行换届纪律 扎实做好换届工作 要突出抓好两个覆盖这个重要基础 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这个重要任务 党组织规范化建设这个重要保障 全面加强各领域党组织建设 要用好用足人才政策 深入实施重点人才项目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到吉林建功立业 会议指出 要用心用情用力 做好老干部工作 更加突出政治属性 大局观念 以人为本 认真落实老干部政治生活待遇 组织引导老同志 限制出力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 贡献力量 会议强调 要坚持党史性党 党史卫党 强化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 深入挖掘吉林丰富党史资源 红色资源 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吉林特色 和全国影响力的党史文献精品立作 会议要求要统筹谋划推进 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 持续打击黑恶势力及保护伞 继续整治行业乱象 形成具有吉林特色的配套制度机制 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专项斗争成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 省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严格落实一精准三确保要求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决夺取最终胜利 全力以赴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会议 在听取全省疫情防控重点工作汇报后 经俊海强调 当前全省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各地各部门要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进一步压紧压实四方责任 完善手册 培训人员 建墙队伍 储备物资 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防风险 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一要继续毫不放松 抓好疫情防控收尾工作 全力以赴救治住院患者 强化出院患者后续健康管理 严格落实各项愿感防控规定 精准做好社区管控 规范管理隔离人员 组建专班 开展常态化环境消杀 有序恢复社会秩序 二要继续毫不放松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严格外防输入各项措施 加强对机场 口岸 交通场站等 关键部位管理 实现时空闭环 强化境外入境人员 冷电食品加工 发热门诊等重点人群 重点环节 重点部位管控 精准管住极少数 有效放开大多数 持续抓好应急保障工作 加快推进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 着力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积极推进疫苗预防接种 持续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 三要继续毫不放松 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以五化方式抓落实 狠抓项目建设 抓紧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争取更多项目早开工 早建设 早投产 继续用好消费券政策 加快释放被抑制 被冻结的消费活力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尽快渡过难关 提早做好种子化肥等农资准备 全力抓好被春耕生产 深入排查整治各领域 各环节风险隐患 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韩骏指出 当前全省疫情进入扫尾阶段 要落实一精准三确保要求 慎重如实地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要搞好科学救治 争取在院患者早日治愈出院 并加强后续康复 要抓好外防输入工作 实现人物同房 时空闭环 确保不出现疫情反弹 有序组织疫苗接种 加快接种进度 提高人群覆盖面 要落实复工复产一系列政策 狠抓工业稳定运行 消费回补 项目建设等工作 努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高广斌 吴敬平 胡家福 王凯 石玉刚 侯锡民 刘伟 张忠 金正吉 庞庆波 李悦 安丽佳 蔡东 韩福春 阿东 王亭凯 徐嘉欣 尹一军 张志军 安贵武 在主会场参会 田锦晨在分会场参会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 主持召开省政府2021年第七次常务会议 听取关于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事项落实分工 2021年全省乡村建设行动工作方案 被春耕生产等情况的汇报 讨论并通过大力推进现代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2021年全省金融工作要点 吉林省第三个十年绿美吉林行动规划 2021至2030等 决定按程序上报或印发 会议指出 对省委省政府与国家部委单位会谈确定的 32个重要事项 要进一步细化方案 密切跟踪对接 一丁到底 落实落到位 要坚持项目化思维 明确责任主体策划平台抓手 确定步骤实现 确保谈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争取更大成效 会议指出 当前全省疫情已得到全面控制 进入扫尾阶段 要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 巩固好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 创造良好环境 要紧盯重点部位关键环节 及时处置风险隐患 严防春季疫情出现反弹 要采取强有力措施 狠抓复工复产复试各项工作 全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会议强调 乡村建设行动 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要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 聚焦12个方面重点任务 制定专项方案 科学规划实施 加强乡村水电路 气网等设施建设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确保乡村面貌有显著变化 会议强调要按照三区四平 三郎一网总体布局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推进森林 草原 湿地 沙化土地等领域修复工程 大力发展林果 林药 林畜 林蛙等特色富民产业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林草行业 完善灾害预警 人工管护等措施 严控转变天然林地用途 巩固发展我省绿色生态优势 会议指出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要强化科研公关 加快玉米 北方京岛 大豆 燕麦等特色品种研发 打造极细两种品牌 为我国打好种叶翻身账 做出吉林贡献 会议强调 春耕备耕要突出枣子 以更大力度 更高标准 做好工作 要全力保面积 切实调动农民重粮积极性 做好种子化肥等农资保工工作 确保满足春耕生产需要 提前制定应对不利天气 病虫害等防灾减灾预案 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会议强调 要完善正引起合作机制 找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切入点 实施好六大工程 更好服务于构建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重大项目建设 重点产业发展等 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昨天 省纪委监委召开 全省纪检监查业务工作视频会议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省监委主任张忠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既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 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从书记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重要论述 把讲政治贯穿于监督检查 和审查调查等工作全过程 要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统筹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要聚焦两个维护 坐实政治监督 聚焦发展环境 坐实作风监督 聚焦权力运行 坐实日常监督 聚焦群众利益 坐实基层监督 会议强调 要加强审查调查工作统筹 紧盯重点问题 重点领域 重点人员 精准惩治腐败 要强化机制保障 科技保障 素质保障 以检检查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保障吉林十四五 开好局 骑好步 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继续来看新闻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 庄严宣告 我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 大家表示 要继续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乡村振兴道路 向着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 奋勇前进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标志着我们党 在团结带领人民 创造美好生活 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吉林披荆斩及 智风沐雨 脱贫攻坚取得了 重大历史性成就 累计脱贫超过190万人 贫困发生率 从13.4%降至0 1489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 贫困人口家庭人均纯收入 年均增长23.4%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从温饱不足 到吃穿不愁 从看病上学有困难 到基本医疗 义务教育有保障 从住危房喝苦咸水 到住房饮水安全有保障 从交通闭塞 到内联外畅 从产业匮乏 到百业静兴 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 下开走到都不敢走 现在有时候你留了10点 回来还录灯还掌握了 现在这日子还是得回共产党 要不你能过到这样 我这边又没先住这房子 当总书记在大会上 郑重地宣布 我国脱贫攻坚站 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 我是深受鼓舞 现在我们村通过服装 加工车间打造电商服务平台 进一步实现农户增收 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 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共鲜力量 作为一名全城参与其中的扶贫老兵 八年的亲身经历 让我的体会更加真切深刻 就像总书记说的那样 没有哪一个国家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实现几亿人脱贫 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和社会主义寄宗力量 搬大事的制度优势 才能创造这样 标明史彻的年间奇迹 纵然贫有百样 混有千种 却都在精准扶贫方略的引领下 被一一化解 吉林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因地制宜 发展电商扶贫 乡村旅游扶贫 特色种植养殖业扶贫 等20种特色产业扶贫模式 投入120多亿元 谋划实施 种植 养殖 和新业态扶贫产业项目 4959个 把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 变成了旅游村 蓝莓村 苹果村 奶牛村 扶贫产业保险 光伏扶贫 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 等八项做法 在全国会议上介绍经验 或由国家部委推广 广大脱贫群众 露出的真诚笑脸 是对脱贫贫战果的 最大肯定 开始扶贫之后 春武也给我们搞了 蔬菜棚 然后水电设施 给我们办了 慢性病的扶持卡 所以看病90%报销 解决了我们这生活的 后顾之有 现在真的生活很好 认真聆听了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尤其一句话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绝不能落 一个贫困地区 一个贫困群众 让我深受感触 作为住村第一书记 壮大村集体经济 大力发展 庭院经济项目 带领村民共同创业 共同致富 为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 奠定坚实的基础 连日来 我省各地纷纷开展 推动一风一俗 助力疫情防控文明实践乐主题活动 倡导科学文明新理念 弘扬勤劳节俭好传统 在柳河县胜水镇 志愿者们走进村屯 入户发放一风一俗 倡议书 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使 引导居民群众服从疫情防控大局 婚事缓办 丧事减办 倡导利用微信 电话 视频等线上新方式拜年 弘扬一风一俗新风上 我会享用号召 小窜门 少走动 少聚餐 倡导文明用餐 这里是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 村民们正在表演的是 新编村归民曰之歌 推动一风一俗 助力疫情防控等内容 在歌里都有体现 我们村里头有两家 白室已经减办了 另外在村洁期间 焚烧纸钱的现象 和家庭聚会的现象 也有了减少 连日来 延吉市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组织全市54个村级文明实践站 及70个社区文明实践站 广泛开展宣传推动 引领社会新风上 双辽长陵等地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载体 开展了 推动一风一俗 助力疫情防控 我承诺微信接力活动 各乡镇街 文明实践志愿者们 变身一风一俗和疫情防控工作 劝导员 深入村屯走访宣传 各地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大喇叭工作室 每天播放反映 一风一俗和疫情防控的快板 二人传等文艺节目 宣传一风一俗和疫情防控知识 天上明月满 人间乐团圆 今天是元宵佳节 猜灯迷赏花灯 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多姿多彩的活动 共庆团圆美满 新丑猜灯迷金牛闹元宵 今天吉林省图书馆 举办了2021元宵节猜灯迷活动 大家竟猜200多条灯迷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 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 举办了猜迷闹元宵 加国共团圆 线上公益文化活动 团圆的日子里 长春肿瘤医院的医务工作者 为住院患者准备了 猜灯迷做游戏等活动 让大家温暖过节 白城 府松 浑春 辉南等地 也举办了坐元宵 坐灯笼 猜灯米等丰富多彩的 线上线下活动 在延级机场的国内候机厅 机场工作人员穿上民族服饰 再歌再舞 送祝福 在四平市 贺新春 央歌展演活动现场 12支央歌队近1000名队员 用铿锵的古典 飞扬的彩绸 传递着幸福与欢乐 逛花灯也是元宵节的一个习俗 在保证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 各地纷纷点亮五彩的花灯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在元宵节期间 推出了门票免费政策 还为就地过年的外地游客 精心准备了1000份小礼品 柳河县在大小广场 布置了龙舟 荷花等造型的灯组 各式彩灯让市民一饱眼福 梅河口市海龙湖灯会 同样成为大家闹花灯走百步的好去处 邻里一家亲 欢喜闹元宵 吉林市传营区黄崎街道黄崎社区里 居民们早早凑到了一起 包元宵庆团圆 快快乐乐过大年 欢欢喜喜闹元宵 到今天为止 幸福吉林欢乐家庭秀 春节特别节目已经播出了14期 先后有51个家庭 在我们的节目中展示小家的风采 为大家带来欢乐 今天是元宵佳节 祝福依然宋不停 11个家庭激情演绎 节目更精彩 祝福更浓厚 在这里祝愿每一个家庭 团团圆圆 幸福美满 元宵团圆圆圆圆 新春百家庭,盛世千家乐,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吃汤圆,看月圆,一句幸福热心天,和和美美好梦圆 大家一起来,在这里跳舞,在这里开花,说一说理想,说一说未来 翻过了一座山,月过了一道湾 请你好,用小开眼,梦里梦外,喜悦出光门 扭扭扭扭扭扭起重天,童年的大道路越重越宽 逃避长相反,与龙君当前,祝你全城四季,封关无限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2月25号临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有两例,通话室两例确诊病例,达到新冠肺炎出院标准,治愈出院 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一例,长春市一例 截至2月25号24时,全省在院治疗确诊病例18例,通话室18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两例,通话室两例 今晚长春世界雕塑园格外绚烂夺目,元宵节灯光秀精彩上演 通过3D技术,VR,AR技术以及虚拟技术 打造出童话般的光影花园 为长春的元宵之夜增添了五彩斑斓的亮色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微博 微信和集市通科部段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